科學新知第二次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就是近這幾年那個黑洞的研究 可不可以講一下突飛猛進 差不多每一個星期我們都找到一些新的東西呢? 黑洞我經常很容易找到 但是就是說我們去拍那些黑洞裡面 那些精細的結構 了解它周圍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件事是有越來越精細的觀測結果的 這個完全是因為我們現在那個天文觀測的靈敏度提高了 還有整合數據的能力都提高了 所以就會有更加新的東西 我們在上星期一集有提到的 去到這些James Webb Telescope 再可以講多一次 就是在7月12日照計 就會有第一批拍到的照片去發布出來 應該就會比黑洞望遠鏡那堆東西我們期待的就是 天文觀測就會只會朝著越來越精細的那裡去邁進 我們也都會找到越來越多新的東西 那舉其中一個例子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黑洞在我們很附近的 比如說在我們隔壁的 我們會不會被吸進去呢? 這個很容易大家要問這個問題的 我們就說我們都沒有找到很近的 有這樣說 我們是否容易找到呢? 除了跟我們靈敏度有關 但是一般來說 在銀河系中心超巨大型的黑洞就夠大 所以它的信號夠強 讓我們仔細去看 所以在今年還是三年前拍的那些東西 都是講的是銀河系中心的超巨大型的黑洞 但是那些來我們很遙遠 但是因為它夠大 就算它很遠也好 就都給了足夠強的信號給我們去看 但是反過來大家擔心的就是 有些小的黑洞 有些本身是單星體個體黑洞 有些甚至乎是都不用很大的 不是說說幾十個太陽質量 會不會有些是幾個太陽質量 四、五個太陽質量那些 但是又很近 它又小 於是乎呢 給出來的信號弱 但是變了可能很近 我們都不知道 那會不會弄這些東西我們享受呢? 那我們是擔心的 就這樣說了 又不是擔心到明天就要走爛 這些東西就算有了 你也走不了爛 所以死就死的 但是我們就起碼學術上 有個很有趣的問題想問 在我們現在的技術能力範圍之內 可以找到最近的黑洞物體是多遠呢? 我們起碼知道 就是照計都在我們銀河 就不只是中心 在銀河範圍應該照計都有很多的 周圍的 問題就是我們近一點 近到多近就已經找到第一顆的了 不要理會去大還是小 總之哪裡多近找到呢? 估計以上的萬光年也都有 但是一路隨著我們那個觀測 一路收窄 我們是有人專門去找一些很近 而是有機會是黑洞的問題 那就是說 應該是去年左右吧 試過有人發表過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一千光年 已經有一個黑洞仔了 但是後來這個公佈就被人推翻了 但是在最近又有一個新的公佈 就是說我們懷疑 在我們不是一千光年那麼近 是一千五百光年 一千五百光年都算是幾近的 為什麼呢? 整個銀河十萬光年那麼大 但是現在是一千五百 跟我們一千五百距離那麼近 就是都是在我們的銀河之內的了 但是距離我們一千五百光年那麼近的地方呢 就已經有一個黑洞了 那現在似乎就是我們有一些間接證據 去能夠證明到那樣東西應該要是黑洞來的 但是詳細的發現過程 我可以稍後再介紹 但是當然了 一千五百光年其實都還是不用擔心的 就是你講的就是光走過來一千五百年那樣 就是它會不會將我們整個吸了下去 就是首先就是我們是不是真的朝著它去走 我們都不清楚了 它現在自己就在那裡兜著別的東西在轉 我們既不是向著它在移動 而就算它距離那麼近 基本上都是一個不需要理會的距離 我們純粹可以當它是一個普通的天文物體去欣賞 那我們如果譬如要專門去探索 去找這些黑洞是有什麼方法做到的? 很多時候呢 過往就是找一些強力的X光射線源 所以那些放在太空上面的X光望遠鏡呢 我以前提過的叫Trandra Xmm那些望遠鏡呢 就是哈佛那些都是經常用這個東西去看的 那些強的X光射線源 在這個1970年代尾 我們就利用這個線索 就都簡單地確認到第一個黑洞的存在 但是到現在呢 我們不是只是看射線源 我們可以比較仔細看到那些物體周圍 它會不會有東西噴出來 就是很多時候呢 那個黑洞的結構呢 不是只是找一個黑黑黑的洞 我們更加是看它周圍那裡 而且很多時候這些黑洞的物體呢 它不只是一個單獨獨身的存在 它會圍著東西轉 我們會看看它和周圍的東西的相互作用 譬如以今天來說 這些黑洞它如果和其它的中指星 或者黑洞撞上的時候 它會有重力波 我們從重力波的探測器 可以確認到它的存在 另外我們去現在甚至可以直接拍它 拍一下它外圍的那個 那邊是光一點暗一點 拍到一個洞的結構 但是譬如單獨星看那些黑洞 我們都看到它南北極的噴射流 還有它外圍的吸污盤 那由這些外圍的底部結構 兩邊的噴流 我們基本上知道 那裡是不是有一個黑洞的結構存在 還有我們可以透過它和周圍星 那個相互作用 我們大約猜到它應有的質量要是多少 那麼我們是找到很多 也都可以 已經不只是說去找的階段 我們是當我們找到之後 我們嘗試瞄準去看清楚它 看看它外圍發生什麼事 就是黑洞的研究已經進入了去 了解它外面的特徵的一個階段 那我們如果是一個科幻小說的想像 會不會有一個黑洞 會吸收所有整個宇宙 進入黑洞裡面 就是理論上 我敢說 如果那個宇宙不是膨脹 不停地收縮著 那這個事情是遲早會發生的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的宇宙似乎是繼續膨脹著著 每一件事情 它都是互相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當然了 萬有引力是傾向將一些東西拉起來 但是似乎我們的宇宙 我們現在達到的參數就是 它的膨脹的程度 是均勻地膨脹的 就是說那個萬有引力是沒有能力 將一些東西扯在一起的 只會繼續均勻地膨脹下去 而且未來就是 我們就認為它甚至是會加速地膨脹 那些東西只會越來越開 局部地很細範圍裡面 那個宇宙效應不明顯 那些東西就會吸收一塊 但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尺度 現在我們所知的宇宙學裡面的參數 照計就不會了 但是有沒有人解釋到 為什麼我們的宇宙現在有這種膨脹的趨勢 那這個就牽涉到那個宇宙學的範疇 那為什麼會做到這個膨脹 那就是說 甚至有人問到那個宇宙是怎麼來的 是不是 宇宙是怎麼來 為什麼來的時候 又會賦予到這種膨脹 是什麼情況 那這個其實現在都是 變了很科幻的領域了 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 沒有人清楚 但是如果說回那個黑洞自己本身 那是時候要說 就是我們這次看到這個黑洞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比太陽 重三倍的一個很就真的黑洞 就是可以說比太陽 只是重三倍的黑洞 就基本上就是個下限來的了 你很難再找到比它更加輕的黑洞 就是再輕的時候 它基本上形成不了黑洞 它又是一個宗志星來的 那就是我們怎麼知道這個 我們怎麼會有天文學家會懷疑 這一個在1500光年以外的物體 是一個黑洞呢 那它就不是說透過找到外面那些什麼噴流 那些東西 因為本身很弱的 它甚至乎就是外面那個吸積 照計都不強的 因為它本身太小 它不可以對外面構成巨大的吸力 也都不會有很多物質 不是剛好有很多物質在外圍裡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沒有東西去加持它的光度 所以這些東西呢 小顆得來雖然近 但是我們很難看到它 它給出來 它外圍能夠給出來的信號很弱 它是靜靜地贏 靜靜地吸那些東西下去 它不告訴你 有這樣的意味的 其實就是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次都找到它呢 其實就是由一個 我們去發現這個 一個太陽系以外的那些行星 我們不停地想找有沒有第二個地球 適合我們去移居 於是我們到處去拍 到處去找 找一下旁邊的太陽 會不會有些東西圍著它去轉 譬如我們看一下旁邊的太陽系的日常 其實原理就是 如果在旁邊的太陽系的那顆太陽 上面有顆不發光的黑色的東西橫過的時候 我們就基本上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方法去確認它 是不是上面有行星 而且距離有多遠 甚至質量是有多大 那這些東西我們可以去透過觀測 那些參數然後計出來 我們用同一個手段去看其中一個太陽系系統 發覺一些很古怪的東西 就發覺有一個的太陽 它已經是走到晚年紅巨星的階段 我們看到它的形狀 就是它的距離我們就是1500光年 所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個紅巨星它的形狀不停地 好像不是圓形的 它是鵝彈形的 不停地被人扭到變形的 相信就是有一塊很重的東西圍著它轉 那塊東西呢 又是似乎是好像行星那樣的東西 但是計出來那個重量 竟然是說有三個太陽質量那麼大的重量 我們其實是見不到 如果一個星體 一個普通的行星它有太陽質量的級數的話 它就不會是一個行星 它可能已經存足夠的行星 它點著了那個核聚變反應 它本身就是一個發光的星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有三倍太陽質量的東西 去圍繞著另外一顆紅巨星去轉 不停地將那個紅巨星變形 但是又沒有將這些東西扯出來 那塊東西就是它圍著它轉 有三個太陽質量 而且又這麼暗 沒有什麼信號 橫過去的時候 又會影響到那個紅巨星的光度的時候 我們就想這個不是行星那麼簡單 基本上就是另外一個原本的星體 但是它後來已經走到生命的盡頭 變成了黑洞 就是說我們去找這個太陽系外移居行星的時候 結果找到一顆非常不移居的東西 那個結果似乎就是一個黑洞 那是不是簡單來說 我們都要探索了那個太空去找這些東西 那又不是局部地探索 因為其實我們找那些太陽系外的那些行星 都是在說在一個很小範圍裡面 我們銀河系以內 真是在說幾千 比如幾百至一萬光年以內的範圍 那就是這個太陽系的行星 就是大家有興趣找這些移居行星 就是希望它貪去近 而且近得來就是它的信號足夠 就是弱一點的話 我們都能夠捕捉到 事實上現在我們找這個 我們太陽系以外 其它太陽系的行星 已經找到幾千顆了 當然不是幾千顆都是屬於移居範圍 但是我們是已經找到很多的 但是在這個發言裡面 竟然就被我們找到一個 不是行星來的 相信會是黑洞的這樣的問題 好 那這個我們可以 看看將來還有沒有再近一點的黑洞 另外一個題目 我們今晚都必須要提一提的 就是一個都相當重要的發言 我們可不可以首先解釋一下 什麼是Laser 什麼是激光 我們接著來講這個發言 其實這個星期有幾個 我認為有幾個重要的科學的發言 但是有些可能講不完 我寧願留下星期講 但是這件我們可能先在這裡講 我們弄激光 現在激光已經變成一種 大家手頭上隨手可以玩到的產品 但是如果說的是1960年代 激光這件事就是一些很笨重的東西 你要儲很久很辛苦才是一粒一滴這樣的東西 當然了 你聽名字就不難明白 激光就是裡面有一堆光 它是很集中強度很高的 這個就是你字面解的結果 但是實際上它的物理性質 你如果開一晚很強的燈 跟一條我們按出來的激光有什麼分別呢? 是有分別的 如果純粹是普通的那些燈膽 那些燈泡的光源 那些很多時候不是單色的光 譬如你太陽就是一個彩虹七隻色 甚至乎有加上熊外紫外 很多種不同看到的光 與看不到的光集起來出來的那個白光 白光那些很多時候是幾種顏色 多過一種顏色混出來的光 那些就是不是單色光 但是我們玩得Laser激光那些 很多時候就是有紅外線激光 我們眼看不到的 有紅色激光 我們Laser pointer最輕用的那些 最便宜的那些 接著就有綠色的激光 也都可以是我們拿來做presentation的時候 有些老師就特地 恥如自己買幾十塊一支的紅色激光 不是買一支幾百塊的綠色激光 就好像很厲害了 那就是那個技術要求高一點 另外我們其實也有買到 是那些藍色紫色的激光 那這件事情甚至乎是導致到 後來就是一個 有日本的物理學家 拿了諾貝爾獎的一個貢獻 那有沒有再其他的激光 去到紫外光那些 那其實大家都在研發 越是這樣的紫外 甚至X光的激光越難發明 因為它的能量級數太高 很容易破壞那個 製造激光本身的那個射線源 那講了那麼久就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做激光都是一些 單一波長的光構成的一束的光 而且上面我們有一個更加能夠抽象的概念 就是它的上位是一樣的 有一種叫做同相的 coherence的一種這樣的現象 就是說它的那個波動 起伏 它的電磁波的起伏 就是一起起一起跌的 就不會說是你起時我跌 我起時 是大家整批是很一致的 全部的光子會是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個比喻就是 那個士兵粗兵一起步粗那種 是的 是的 你可以說就是大家向一齊 這堆光一齊光束向前走的時候 大家的步伐都是一樣的 這個很好的比喻 其實就是要去做 就是你能夠做到這件事 越多的這些光子的士兵 然後越是一致的步伐向前邁進 就是一個越強的激光 就是講的簡單一點就是這樣 那麼這件事 現在就其實講給中學生 其實都會明白的了 又學一下小波動現象那些 或者大家其實經常聽這個比喻 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些激光裡面構成的就是一些光子 好了 但是這裡開始給大家一些抽象的東西 大家去想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量子力學 有波粒異象性的這些情形出現 世界上不只是光子可以是一個波的狀態 甚至光子自己可以呈現粒子性的狀態 所以就有光電效應 所以愛因斯坦拿的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100多年前就是因為這件事 而同樣我們甚至發現到 粒子都可以呈現波粒異象性 粒子本身可以好像一個snooker ball 然後去撞到其它東西 但是它也可以表現到它的波動性 一個電子穿過了一個很窄的裂縫的時候 它會表現出一個妖射 一個妖射甚至會干涉條物 它可以是一個波動的現象 這些波粒異象性 無論是光子的世界還是物質的世界 都是可以呈現到的 這件事 有人就會問 我們可以用光子的波動性 去砌了一個激光出來 那我們有沒有能力用粒子的波動性 都砌到一個共同邁進的時兵 一速叫做一個粒子波構成的激光 這就是我們這次要講的最technical的那件事 這件事以前大家想都不用想的 因為就是說 你要將那些普通的粒子 你要把它變成呈現到它的波動的特性 是很困難的事情 這件事說的是25年前才能夠成 就是我們要看它有一個特性很容易 但是你要大批地做到它這樣 令它看到它的集體行為 說的是25年前 說的是1998年的諾貝爾物理學長 說的是他們做到一種叫做Bose-Einstein Condensate 波式愛因斯坦形聚體 就是如果照字面形 就是這樣的東西 它是在這個近代物理學裡面 也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還有接下來相信在量子電腦裡面 也會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要提到這件事呢?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將一些特定的粒子 去冷卻 冷卻到它不是在說結冰 是有一些東西你知道 冷到瘋的時候 是會呈現其它的特性 可能大家想到超導體就是了 沒錯 超導體為什麼會變成超導體 就是因為它夠冷 它冷到一個地步 令到這一種的分子 它們上面的 就是它們呈現的現象 由一個經典 我們經典力學的世界去掌管它 就變成是一個 由量子世界的現象 甚至乎超導體和超流體的性質 基本上就是一些物質 一些特定的物質 它冷到已經是接近絕對零度的時候 就會呈現一種完全全新的物理特性 而那種全新的物理特性 我們是要用量子力學去理解的 其實去到量子力學世界的時候 其實就是正正就是這些粒子 可以呈現到波動性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是說 我們能夠做到這些叫 Bose-Einstein Condensate 波式內因斯坦形聚體 能夠掌握到這麼低的溫度 將它動 就是其實就是能夠邁向我們 能夠製造一些 一堆能夠帶有波動性的粒子的第一步 接著下來 你怎樣令到它能夠一起操兵 操得很齊 向前走 而且不是一批出了就沒有 是完全不轉地出去 那這次這個由荷蘭的這個研究團隊 它做出來的研究 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它將整個發明激光的故事再重複 但是它不是做一個用光子 做士兵向前操兵的一個激光 它是用粒子 將它極低的溫度呈現它的波動性之後 再將它訓練成為一個操兵 很齊向前走的一個粒子波激光 這個就是最瘋的地方 我看到是荷蘭團隊做的 我很多時候想到就是那種 現在荷蘭依然是掌握著世界上 最尖端精密的光刻機的技術 就是如果你說去做一些什麼晶片呢? 幾多納米幾多納米 越來越小的那些 某些國家還是在做70納米、28納米 但是你說去到台灣 你說3納米、2納米 你要能夠做到這些這麼小的 這些這樣的集成電腦 你那部的光刻機 其實就是荷蘭這些科學家弄出來的 現在又是這些荷蘭的科學家 去玩這些量子的東西、光學的東西 是玩到非常精密的 他們甚至乎做到這些 這種是由粒子波構成的激光走出來的 那原文就在Nature的雜誌裡面 就有刊登 而且也因為有一位華語的科學家 但是我們想問的就是 這個發現在實際的用途上面 有些什麼可以應用? 我自己預備材料的時候 我只要明白那個原理 我都要溫回這些書 但是講到那個應用 我自己真的 純粹是我自己的認識不足 但是我就可以想像到 這個是什麼 有了激光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做很多的那些測量 甚至光刻的技術都要用到激光 那是不是它只不過是 晶片那裡是否一定要只能用激光 暫時是 那會不會現在用這些粒子激光可以做到 我自己不清楚 它未必可以這樣用 因為最麻煩的就是 這一種這樣的粒子激光的狀態 很容易被破壞的 你普通的激光 你就算找一塊鏡它周圍去反彈 它繼續是一個激光 甚至乎把它放在光纖上 它就繼續傳送 它可能會散開一點點 但是它本身還可以是一個激光的特性 比較容易保存得到 所以為什麼光纖 加上我們以往的激光 就可以變成一個資訊傳播的工具 現在這些粒子性激光 是否可以重複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是的 因為它那個變成為粒子波激光的這種狀態 很容易被破壞的 但是我就在想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現在你說的那些電子顯微鏡 那些這樣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你說的 要將電子 做到一個很低能量的狀態 來幫你看一下一些分子結構 我就在想著 這些粒子波激光 會不會未來都可以取代到 這些電子顯微鏡成為一樣呢 更加厲害的一個 可以看到 將這個原子世界看得更精細的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純粹我自己那個 叫做小小物理學的知識去猜 但是可能不是的 暫時的應用是怎樣 我真的要做多些功課才知道 但是起碼我知道它不是要完全取代 現在我們看到光纖激光的工作 它要做到這件事情都是很難的 就是它和過往整激光的故事一樣 以前就是說 那些激光呢 現在我們按的按鈕 就圓圓不絕不斷射出來的 就是現在我們用的那種Laser pointer 基本上就是那些半導體激光 你駁通的電流 它那個光就圓圓不絕出來的 但是如果說在1970年代 那些這樣的 那些這樣的 那些這樣的害賴激光 那些這樣的東西 你是說要存好很久 才能夠給你一顆而已 而那個東西還要是大過 兩部雪櫃那麼大的 所以它射激光是一點都不型的 就是很大的東西 就只是出了一顆就沒有了 後來就經歷那個 那個就是 只不過是十年八載的時間 就我們已經能夠發明了一個 連續發射的激光 一條激光槍這樣出來的了 但是這次這樣的粒子波的激光 總共真的花了二十年的時間 才能夠去做得到源源不絕這樣出來的 因為最麻煩的就是中間 你要控制著那些粒子 不可以離開那種波式愛因斯坦凝聚體的低溫的狀態 一旦過了那種狀態 就破壞了就做不到 它的粒子性一旦沒有了 你出來的那個 就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粒子速 就不是一個粒子波激光 那麼它中間又牽涉到要用激光冷凍 將那些粒子速一路去冷卻 但是它怎麼能夠做到 它和上位就是令它粗兵的時候很整齊 這件事情我自己都不清楚 它實際上是怎麼去做 總之你要控制著它 穩定著那個粒子波的激光速 本身已經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相信它在一個空氣環境裡面 持續也得不久 走的距離是短的 但是它應該可以成為一個靈敏度很高的 一些測量儀器的器件 暫時就看到就是有這樣的potential 就是應該是精準的量度方面的一個進展 是的 去驗證一些東西 會不會已經是足夠精準 譬如你很辛苦用光刻的器件出來 你用的東西驗一下貨 是不是很精準的 可能會有這樣的做到 這個具體上是怎麼不清楚 但是很看到這件事又是一些由荷蘭團隊去做出來的東西 這個到尾段我想問一個關於這個光刻機的問題 其實荷蘭它有什麼科學基礎 就是荷蘭科學的發展都很長時間 差不多由17世紀開始 其實荷蘭在這方面 為什麼它一直有一個這麼穩健的基礎可以發展下去呢? 這個其實很有趣的 就是這裡有這麼說 它不同國家去聚焦發展的方向不同 比如我說英國在這個光學 尤其是量子光學那裡 也都是有非常之很大的領先地位 尤其是應用的這些光學裡面 荷蘭也都是不相伯仲的 我不要只說荷蘭 在整個當時英國還沒有脫歐的時候 在學術圈裡面你會看到 德國有它自己很獨立的學術中心 也都是和歐盟很多的合作 但是如果英國的時候 它和整個比利時 和荷蘭本身的合作很無間 所以就是可以說這個歐洲地區 你都可以辨認到有幾個地方 都是很集中去做某一些科學技術的中心 比如你說在德國 它就比較全面全方位的基礎科學都有 如果你說法國和瑞士 那就是粒子物理 那我們很清楚 美國來講 他們那些太空天文也都有相當多 但是粒子物理那個重心 曾幾何時美國也都很重要 但是後來歐洲那裡就 繼續肯放資源進去 其實很多時候你會發覺 跟那個學術機構的 政府的支持有多少 就將人員吸了去那裡 所以你看到一同那些光刻技術有關的東西 大家就很容易就聚了去荷蘭那裡 那就是這樣 但是現在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全世界如果沒有晶片 那就大件事了 如果你荷蘭那裡手握這個晶片製造的煙喉 這個中國大陸就想買了那部光刻機 所以我想最大的疑問 對於中國人來講就是 為什麼在荷蘭做到我們做不到呢 那這些就明白的就明白了 正所謂的 就是這樣說 就是不是說你能夠把台灣的台積電 搶過來你就能夠做到台積電的東西 又不是的 就是你現在世界上 最能夠 你要成功做一個晶片 你做一個最先進的晶片 離不開三個國家的合作 在荷蘭 在台灣 和美國 我以前都簡單介紹過的 在美國它有最先進的那種製造 就是去設計線路的那種奇藝的團隊 就是你那些設計CPU 那些什麼Intel 那些AMD 那些就是那些公司 但是你最初去刻到一個這麼幼的 這麼精細的 那部光刻機 本身就是在荷蘭那裡出來的 最先進的光刻機 是全世界只有雙倍了 在那個市場上 所以就是為什麼 又說台灣要在美國那裡設廠 跟著又說又要買荷蘭的東西 但是又為什麼又要特意有些命令 去台灣那裡做 那其實這裡就是大家已經是 就是有一個鐵三角在那裡了 你拿到其中一塊都做不到的 就是都做不到最後你想要的東西 你除非是三邊都拿了 那這個也都很 就是現代那種的 所謂生產的形式 就是每一個地方都用一個磚牆 跟著又要找一個地方陷入 那你不可以說 將這個整個所謂供應鏈把它切斷 用一切斷就整件事做不到的 不要妄想說只是拿到其中一塊 就已經可以稱霸世界了 好了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原本我們今天還有很多 很尖端的科技新聞 跟大家分享 但是基於時間關係 不如我們留下星期好不好 是的 留下星期慢慢再跟大家說 好 那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